这个信托移转 有没有 你看看这个我再带一下好了 受托人就受托土地以信托关系存续中 有场移转所有钱 设定点钱或以信托法第35条 转为自由 有没有 这时候 以受托人为纳税义务人 受托人画起来 有场移转 设定点钱 对于受托人 转为自由就转为受托人 就是什么 受托人为纳税义务人 课征土地真是谁 以土地为信托财产 受托人以信托本子 移转信托土地 以委托人以外的归属全力 归属全力人出来的 以该归属全力人为纳税义务人 归属全力人画起来 你看纳税义务人有两个 一个受托人 一个归属全力人 有没有看到 好 这个抓起来 好咯 再过来 戴绞人 戴绞人 一个土地所有钱移转 其因纳的土地真是谁 纳税义务人 位于规定期限内 缴纳者得由取得所有的钱人 代为缴纳 你把取得所有的钱人画起来 我讲过啦 以买卖来讲 卖方不缴土地真是谁 买方可以帮他代缴嘛 他取得所有的钱嘛 对不对 我讲过 对这个买方有利还是不利这个规定 有利还是不利啊 有利喔 为什么 签约已经一笔钱给出去了呢 到时候他税单差来不缴怎么办啊 没有完税我就过不了所有钱 变我的啊 那怎么 我来代缴 就完税了就可以过付了 这样懂的意思吗 所以买方有利没有错 但是我加两个字 要聪明的买方才有利 留下的钱还没有付给卖方的钱 要足够政治税的税额来代缴出去 这样你就不会垫到钱 这样懂的意思吗 我称为聪明的买方就有利了 这样懂的意思齁 好了 了解咯 好 第二点 单独申报 由钱女人单独申报 我讲过 单独申报是哪一种情况 判决案例嘛 单独是钱女人是谁 胜诉者嘛 OK 可以了 第三 经主管接政机关接到法院通知有关土地 拍卖或者承受价格的事项 除因疑期论内查定因纳土地资论税 并填字土地资论税缴纳通知书 住民法院拍卖字要送请执行法院代为扩交 把代为扩交画起来 并应查明土地之欠缴土地税额参加分配 欠缴土地税 这土地税是什么 就是指地价税嘛 现在有没有要参加分配好不好 这个第三点 它没有列出很清楚的字 就叫做法派的案件 法派案件 第二点是判决的案件 你自己旁边注明一下 第四个 经法院拍卖土地 如拍定价格不足扣交土地资论税的时候 拍卖法院应等到什么 拍定价代为绞青差额后 再行发给全力遗转证书 要代为代为另一部分钱出去代为扩交完毕 才可以有全力遗转证明书出来的 那你才可以办理所有前遗转登记啊 所以说一讲到这个我就告诉你们 你要叫法院去拍卖 拍卖 要去标拍卖的土地的时候 千万记得一定要先估一下 估什么 这个土地现在拍卖 土地资论税会有多少钱 税有多少 先估出来 再评估我值得多少钱去标这个土地 记得一定要值得多少钱去标这个土地的金额 要大于所查的那个土地的土地资论税数额才可以投标 万一资论税的税额高于值得标的金额 值得标金额100万 值得税120你怎么办 你得标的怎么办啊 100万交全部法院的 没办法组合的代为扣交土地资论税 你钱你转证明书拿不到 就没办法登记所有钱 那差20万怎么办 法院会告诉你你先垫吧 你看你店是帮谁店啊 被拍卖者啊 拍卖者已经走路了 以后你要向谁要回来 向法院要回来 法院才不理你呢 你是帮被拍卖者店的 又不是帮法院店的 所以你要找那个被拍卖者 拍卖者已经 宰山就让人打不开了 走路啊 你跑到哪里去 你要怎么找 这样的资论税吗 几乎都拿不回来 那就麻烦了 那你这样子 你看20万等于你得到这个土地 再加上去 整个土地的总真本是120万 本来你想100万拿到嘛 反而变成120万 那你不是水高无存 没记得嘛 对吧 所以这个要知道一下 好 这个代表人也要注意一下 代表人这四点 第四点 协议有买方负担土地资论税 是否可行的法律 你旁边给我写判例 依判例规定 这不是法的规定喔 旁边给我写判例 依判例规定 它的很多判例嘛 有五个判例呢 好 总而言之 结论就是 第一点 买卖双方 可以在契约 约定由买方负担土地资论税喔 二 但土地资论税的纳税与人不能够变更 因为公法的规定不受司法契约而变更 第三 符合司法的民事契约自由原则 双方约定可由买方缴纳 卖方为纳税 以为人的土地资论税 总而言之 政府要什么 要钱 我管你谁交啊 这样的意思吗 管你谁交 有人交就好 完税就好了 这样的意思吗 你们私人要怎么样子 谁负担没有关系 但是你私人约定不能够改变公法的规定 纳税与人是卖方变为买方不行 私人的契约不能改变公法的规定 这样的意思吗 就这样子 所以说现在坊间里面可以听得到 卖方讲说我要卖轻的 譬如说我要卖一千万轻的 什么叫轻的啊 我死哪一千万 我管你土地资论税 管你代数位 管你共同结肺 我没关系喔 你买方你要负担喔 你愿意再来签约 就这样子嘛 这个叫做卖轻的 这样等于什么 好 有没有这种状况 有啊 就是这样子 依照判理来的 好不好 OK 过去 所以第四点啦 曾经考过两次喔 喔老天啊 有的人搞不清楚呢 好不好 好 这个会不会再考 機力有啦 但是不高打圆圈 好 第五 移转限制申报 合定税额及审核标准 有没有 这个你注意一下 我这样画图会比较快 这个立约日 买卖契约定好啦 30天 要申报 移转限制 对不对 要申报移转限制啊 向谁申报 税间基增处 我写 税处 对不对 接到你的申报按了以后 多久要核定税额 多久 7天 还有 20天嘛 记得吧 但是这个是什么 审核期间啊 审核期间重要的 有 审核标准 审核标准重要啦 这个要打信号的 审核标准就这个地方 这个是什么 平均练条例 47条之一 土地税法 30条 这个要小心 好不好 这个我简单讲一下 生活标准 有六个日子嘛 你们给我念一下 一 立业日 二 收件日 三 死亡日 四 起诉日 五 拍定日 六 收买日嘛 六个日子 公告独立限制 为标准来审核它 当然 有的日子有例外的特殊性 有没有 这个你们再去把它整理起来就可以了 有没有 像拍 像收买日 收买家旱 公告限制 不等的时候怎么办 取其低者 好 法拍呢 拍定家旱 公告限制 不等怎么办 也是取其低者 那法拍的时候 他有讲说 拍定后 某一胎的抵押权不屠销 那表示不屠销的这个抵押权 以后谁要还啊 拍定人要缴 因此 那个不屠销的抵押权 也是你拍定人的负担啊 所以总的也是以你的取得这个土地成本之一啊 所以你 拍定价要加负担 加起来和公告限制来比 不等的话怎么办 因为取其低者嘛 像这个细节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我要画就画这个地方 就是 审核标准 特别小心 这样等于什么 然后孙端初来到多久要缴 三十天嘛 就缴纳期间 假设未纳怎么办 每两天 至纳金 一趴 累积起来 三十天 超过的话又可以 移送 法院去强制 执行啊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啊 所以现在重点是前面 这样等于是吗 这样三十天也会选择题喔 这七天二十天也会选择题喔 后面这三十天就是什么时间啊 缴纳期间嘛 这样等于是吗 简单化就这样子啦 假设 这个不是为了喔 以纳怎么办 缴完了怎么办 缴完了就申办啦 移转登记嘛 简单写登记就好了 去申办移转登记嘛 但是 到哪里申办 地证事务所啊 地证事务所啊 接到案子了以后怎么办 他会审查 又发现说 你的前置一段禁止 或者现在的限制 不对的时候 他又会 退给税前一段禁止 去办理更正的动作 这有一个更正 更正的动作 对不对 更正 那这更正的发现说 除去政策不是一百万的 一百二十万怎么办 一百万你已经缴了 再补一个二十万的税单 给纳税诱人 再去完纳以后 完纳税单又送出去 并在原案就继续登记下去 就登记完毕了 登记完毕 买方就起了所有钱啊 那就结束了嘛 这样的意思吗 就这样子 可以咯 好 这个也要抓起来了解一下 我重点是要放在审核标准 这样的意思吗 其他成绩也要带起来 好不好 可以咯 好 再过来是谈到哪里啊 好了 那这个就翻到次一页 原地价或前置移转限值 有没有 这个我们太多了吧 有没有 我讲过了 对不对 讲过了 原地价一般怎么认定 就是土地税法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这个你们注意一下 规定地价之后 未经移转的土地 其原地价 规定地价之后 已经曾经移转过一次的土地 现在要移转之后 就是用前置移转限值 还记得齁 就这个抓起来 其他特殊的规定 你看 由一二三四 一直到七点 我就这个图都画过了 你们注意一下 你曾经考过原地价 前置移转限值的第一 要你举例子 譬如说它规定什么例子 要你认定哪一点 那一点叫做原地价 还是前置移转限值 都要了解 这样懂的意思吗 好了 这个我点出来就好了 第七点 土地账价总数 就是税积嘛 好吗 好 一这样说有税积啊 土地之日税的税积就是这个 但是土地之日税积 小心了 这个是依照什么法来谈的 平均建议条例 或者土地税法 就是特别法 来谈的 好不好 好 土地账价总数额 还记得吗 这个公式 还记得我的公式吗 土地账价总数额 税积啊 写一下吧 土地 涨价总数额 我不是以后不写这么多字 写R来代表 对不对 这个土地账价总数额 一定要什么 自然涨价部分 才要归功 什么叫自然涨价部分 简单讲就是 非地主投入劳力资本而涨价的部分 这样读意思吗 非哦 好不好 好 这个才要 翻译讲 地主投入劳力资本而涨价 地主享受 合理嘛 不要归功啊 非地主投入劳力资本而涨价才要归功 好 我不是给各位简单讲 R等于什么 这个R 我有一个公式 B-A乘100分之CPI 减什么